那接下來我們的第二場呢就是 要介紹的是就如何contribute我們的就是 Kubernetes相關的open source專案 那我們有請就是Kubernetes的組織成員之一 Ader來帶領大家就是一起貢獻Kubernetes專案 請掌聲歡迎Ader 好 謝謝大家來聆聽我這場這個演講 那我這次我要貢獻的主題是如何貢獻K8S的專案 那我演講這個的目的是 因為大家其實Kubernetes其實大家也越來越常使用 沒有聽過也有用過 那隨著使用者就越多 大家可能有一些在使用上有一些想法或建議 想要回饋給AppStream 可是卻不得起門而入 那我以我自身已經加入Kubernetes AppStream 那教導大家說如何貢獻 或者說大家未來想要加入SGI的組織 做更精進的貢獻 我在這場這個會議會幫大家解除這個 如何跨路的這個門檻 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Ader Foo 然後我是一個蠻喜歡開源軟體的一個工程師 那我社群經驗有就是在 靠Netflix Taiwan User Group 那擔任一個自控經驗 那我也有在那個Kubernetes擔任一個Member 或者在SIG Doc擔任一個Revisor的角色 那我也是Essue的Member 那我喜歡的技術就是ESB 然後APIM DAIS 然後Kubernetes 那相關經驗有幫 銀行業有在ESB API就是開發圍運的工作 那也有幫銀行 架設一些CI CD 然後還有DAIS Server之類的管理的 那個服務的經驗 那以後自己管理一個小小的Kubernetes的Cluster 那怎麼聯絡我就是 這邊有我的Gaub 跟我的Email帳號 那我的Outline主要有這分成三項 第一個是我會告訴大家說 那怎麼加入這個社群 那第二個是Kubernetes這個社群 那它的組織的架構大概是怎樣 那第三個演講的內容 就是說那我會手把手告訴大家說 那我們要貢獻到Kubernetes的專案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那裡面會有一些小技巧 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首先是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要加入Kubernetes的Community 那我覺得一開始先講講東西吧 就是說 像我一開始貢獻的時候 我是貢獻到Kubernetes的Dashboard 那KubernetesDashboard 它就是用UI去操作Kubernetes的一個Cluster 那它啟通Source Code裡面 因為它是用AQA寫的 所以它是有做一個I18N 那我有對於繁體周文它的程式碼 進行一些貢獻然後改進還有一些Maintain這樣 那這就是我在2020年第一次貢獻Research群 那我從這個貢獻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一開始先第一次貢獻過去 那它貢獻給AQA寫那些人 算是蠻有經驗的 都是一些大神 都可能在一些大廠工作 那他們會給一些比較專業技術指導 那我就再繼續貢獻 那它再給我一些反饋 那我從中可以學到一些 就是在一個大型的組織架構 而不是像大型的組織架構 是怎麼樣去溝通寫作的一些過程 然後還有流程 那從中會增加我自己的這個skill這樣 那有動機之後那要怎麼貢獻呢 那其實它貢獻 我先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介紹來講 那我在後續的章節 我會有一個更仔細的介紹 那要怎麼做貢獻 就是我們可以從issue裡面找到 它的一個貢獻點 找到它一個破口 因為這是人家相對意義有問題的地方 那初學者怎麼貢獻完 有動機那初學者怎麼貢獻完 那我們就來介紹什麼是 KubernetesMable 那這是Kubernetes它的一個專案 Github專案的一個頁面 那可以看到說 Kubernetes它maintain很多一個project 那它現在的專案成員 大概有700多個嘛 就是從我今天有去做一個解錄的話 目前大概有700多個 那如果那這聽起來還不錯 那如果大家想要加入的話 我接下來會告訴大家說 要怎麼做一些貢獻 然後可以加入的資格 那首先它 它的那個member有分成四個公民 第一個是member 然後第二個是reducer 然後第三個是approved 第四個是support 那像它的那個 像它的member啊 它的定義就是說 你如果像我一開始這樣 然後有幾幾活躍的貢獻 給community的時候 那貢獻給community 那相對於就會有reducer啊 approved啊support owner 去看你的call 那只要它你可以貢獻給 單一個專案或者多個不同的專案 那你只要這個專案當中 你貢獻之後 那reducer他認可你的貢獻 是一個有效的貢獻的話 那你可以找他看他要不要 對你做一個背書贊助的工作這樣 那你就可以加入就是 如果他願意加入的話 願意認同你的話 那你就可以加入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reducer reducer他就是看所有 那個contributedcall 然後從member啊或者說contributor 你可以看看說他們寫call怎樣 那他就是他要有一些reducer的經驗 然後也有在對project做一些貢獻經驗 那第三個approved 就是說他其實就是接受 接受認可就是說 這些PR要怎麼merge到主線這樣 所以他需要有更多專業經驗 然後他同時也是就是很積極 貢獻的一些reducer這樣 那第四個就是support owner 那他其實就是說他可以 做到整個專案的架構 那要怎麼成為他 其實就以我以自己本身的例子 做一個分享的話 那其實就是你一直持續不斷的貢獻 那你一直持續不斷貢獻 那像我當時有貢獻很多不同的專案 譬如說像web啊 或者說facebook 或者cubesplay等等之類的專案 那只要有兩個成員幫你做一個背書 那你就可以在original這個專案 做一個提出申請的動作 那他的這個reducer 因為他省過你了 他知道你的call是有價值跟意義 然後後續他也認可你 就是說你後續也會實際 對這個community upstream 有一些更積極的貢獻 那你就可以找到去看他 要不要贊助你 那這當中他有一些限制就是說 他希望就是說贊助你的人 是來自於各個不同的分公司這樣 對他不希望說都是同一個公司 對你做個贊助 那最後這個sig就是duck contribution經驗的這個sig成員 他會認可你 然後在最下面這個步驟的時候他就會加入 那像是我怎麼做個加入的動作就是說 我就是有積極性的貢獻 像我在專案裡面大概就有貢獻差不多六十幾次 那在貢獻完之後成為member之後 你有一些更積極的貢獻 你就可以在sig提出一個申請加入的資格 那之後我就成功申請加入sig這樣 那他在這邊像這些spons 他就會給我一些回饋就是說 我其實是一個蠻積極的貢獻 所以大家也可以朝這個貢獻去努力這樣 就是專門在一個sig做一個貢獻努力 那你就可以加入一個sig成為一個reducer的角色 然後去看別人的call這樣 那接下來一直講sig 那什麼是sig 那sig它其實就是community的組織 那它組織的架構主要有分成的事項 第一下就是sig 第一下第二個是walking group 然後第三個是user group 然後第四個是community 那大概跟大家做一個簡介紹 就是sig它是community的一個主要組織架構 那它負責專注項目有其中一個部分這樣 那它是通知下面也會握有一些support 這樣 那walking group它是 它是不一定要握有call的 那它是比較像是臨時性的組織 然後它是公共的這個範疇 它是跨call的 跨所有sig的 那user group它就是 就是某個governance的user 那它對一個長期 它對於它的某些特定領域有一些特定的關注 那community是 它是處於 它是被授以處理一些比較機密性的話題這樣 那這裡有一個它的整個組織的架構 那這架構其實看起來有點複雜 那我大概跟大家解說一下 就是像右上角這四個顏色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四個組織 就是sig 然後sg 然後user group 還有commit這樣 然後它有分成project 然後還有水平跟垂直 那project就是它是專門管理這個整個project 那用這個project 它這樣做一個分類就是它專門管理一個project 那它水平的話就是說 比如說像windows 它其實是很過很多不同的 很過很多不同的領域和範圍 那它是特定主題的 那如果是垂直的話 它就是專門只是focus而已 比如說它focus在nota或者focus在nevork這樣 那sig就大概跟大家做個介紹 它就是特別興趣的小組 那它是commitic的主要組織 那它有一個特定的主題做一個工作這樣 那它主要呈現內容就是在一個support裡面 那這裡就是它的重覽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又大概說明一下就是說 如果以project類似的話 它就是像舉個例子 像release就是它的project 分類在project的sig組織 那如果水平的話 比如說像windows或者command i 這個就是它在那個水平的組織 那垂直的組織大概有application 然後infrastructure還有recious manager方面 像這個note的話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垂直的組織這樣 那在working group方面 它是比較是一個短期性的組織 那它很跨多個主題的貢獻 那主要它也是 以project或者水平或垂直做一個區分 那user group就是說 它的某些特定主題跟 那個kuvernix的大電用戶有關係 那它其實沒有一個 那個需要明確交付給 那個application的一個成果這樣 那它主要代表有像b-tether 或者vmware的user都有這些 它是屬於這個範疇的 那community這邊 它是沒有 它是不是一個公開的會員 那它主要管理的就是 像階級或者partial security 或者說它的管理準則這樣 那要怎麼聯絡它 就是像這些組織的成員 要怎麼聯絡它 就是其實它主要是以 stack為它的 IM的就是即時通訊的工具 那他們也有比較 周期性的這個meeting 他們會用loom的這個軟體 那我這邊有連結可以給它做參考 那還有他們也會討論的過程 會在mail list這邊做一個紀錄流程 這樣 那接下來已經知道要怎麼貢獻 那我這邊就分享一些 貢獻到Kubernetes手把手的教學經驗 那首先我認為它主要有翻成三個工面 第一個就是你的前置準備要準備什麼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那你要怎麼開發 那開發上面之後你要怎麼做一個 他們是怎麼做一個code review的過程 那像這個Kubernetes 它的community 它是有一些行為準則規範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全球性的 所以它希望說它裡面的人 是不要是一個友善 然後熱心開放的 然後不是一個會起司的 所以它會定一個行為準則 讓你在裡面貢獻的時候 會是比較一個自在的 而不是說充滿一個仇視的行為 所以他們會定一個準則規範 那如果你在當中 貢獻當中有違規的話 你也可以跟他們提出一個檢舉的作業這樣 那接下來他們會希望說你簽署一個 CLA的一個認證 那它其實簽署CLA就是 因為我們code都是有它的一個著作權 那我們可以選擇 它只接受有簽署過這個協定的 那它其實也是 我們在簽署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以一個獨立者 或者是公司貢獻者的角度去貢獻給upstream 那你要怎麼找到這個issue呢 你要怎麼找到issue 那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可以用 你去 你這邊你可以提供一些 比較簡單的 quifers issue 還有won help issue 那你可以問問你的mentor 或在Stack問問看說 他們有什麼需要幫忙 或說其實你是一個更資深的人員的話 你可以提了KEP 然後去跟upstream做一個建議 那這些貢獻流程大概就是 這樣就是說 像左邊這個是 Kubernetes的debol 右邊這個是你自己個人的keyhub 那你可以把它撈到你的本集 做一些開發流程的一些貢獻 那 開始貢獻之後 你第一次貢獻完 大概會長這樣 那如果不太懂的話 我跟大家做個介紹就是 它左邊這個是cidebol 右邊是debol 那這些在幹嘛 那這些在幹嘛 像 像那個 像我們在貢獻之後 那 它是有一個 不 就是說它是 Kubernetes做一個CiGD的工具 那它是 CiBoot 然後 就是說它其實 可以做一些貢獻 那你可以用一些寫線 然後去指定說 你要給哪個reuser看 或者說你可以指派這些issue給自己 那這些label的用意就是說 它會做一些 譬如說像cli的檢查 或者說 幫你的這個pr做一些分類的動作 那 像它在code review的時候 它主要是分成四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你submit你的code 那你submit你的code 像第一步它是自動很積極做的 就是它會把你的code 然後 分派給已經在組織裡面的reuser 然後分派給 隨機分派給兩個 然後 是在這個sig組織下的 然後第二個是 你的reuser會 裡面有code 它會看說 你的代碼 你這次貢獻的代碼 這裡是冷去開 它會看你貢獻的代碼 它的coding的quality 然後它的健全度 或者它有coding style 有沒有符合 那如果符合的話 它會貼一個表現 就是 look good to me 那第三個就是 它會有approve 它會 它其實就會檢查說 它會用冷看說 你這個code有沒有 跟其他功能有相應性的關係 那它有沒有前後間後 之類 那如果它統一的話 它就貼一個approve表現給你 那最後的話 就是我們那個機器人就會 做個自動CD的部分 就會把你如果有 這兩個標籤 然後你如果沒有被擋住的話 那你就會 你的code就會merge到主線 那這邊有一些 有一些小技巧就是說 如果你第一次貢獻的話 那要怎麼樣 讓你的code更容易更快的被merge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把你的code 就拆成一個小小部分 就是越小code 然後你可以把不同功能 是做一個分開寫 那方便就是review的去整合 那你可以在你的訊息中 解釋說all yourcode 為什麼這是要這樣做一個改動這樣 那第三個就是 你可能需要遵守 它的一些行為準的規範 像大家知道 Documanage是用code-end 寫 所以他一定有 他自定義的code-end規則 那你最好貢獻之前 你可以在你的本期做一些 單元性或者是整合性的測試 那這邊也提供一些 就是沒有 不是層次碼貢獻的方法 那提供給大家就是說 你可以幫他issue做分類 然後幫他的document做一些 做一些翻譯啊 或者說做一些本地化的動作這樣 然後你也可以參加個社群的教育這樣 那以上是我的演講 謝謝大家 好 那謝謝Edder帶來就是精彩的分享 那我記得啊 就如果你現在是學生的話 就是其實我們有一個google summer of code 對 然後他 你知道這個專案嗎 對我知道 對 就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參加那個專案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contribute到 這一些open source的專案這樣子 那通常應該是在暑假的時候進行 對 你們可以聽出一些申請這樣 對啊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google他這樣子 那 我們的下一場呢 是即將在11點開始 那中間是中場休息時間 對 謝謝大家 好謝謝 那有問題的話也可以到前面來問講 這 謝謝 感谢观看